你一定不会想到,把洋葱和苹果放在锅里简单的蒸一蒸,竟然这么厉害。 把这最普通的两种食材搭配在一起,真的是省钱又实用,解决了很多人的困扰。 嗨,大家好,我是小苏,一圈森林求关注。 洋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蔬菜,它被誉为蔬菜皇后。 首先,我们一定要选择这种紫皮洋葱,含有丰富的花金素,比白皮或者是黄皮洋葱的更有营养。 把洋葱去掉头为两端,然后对半切开,我们取其中的一半,切成细丝,切得越薄越好,这样才可以更好的释放出洋葱中的营养,有利于人体的积收。 切好之后,放入一个大碗中,我们给它抖散,放在一边备用。 接下来准备一个苹果,苹果吃起来酸甜脆爽,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。 商家为了它的美观,会在表面打上果辣,所以我们需要把苹果打湿,撒上适量的食盐。 食盐颗体比较粗大,又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。 用食盐来搓洗苹果,可以把表面的脏东西以及农药残留搓洗干净。 很多人在吃苹果的时候,都会把苹果皮给它削掉,那样真的是太可惜了。 其实苹果皮的营养含量非常高,以果肉更佳有营养,所以我们需要认真地清洗干净。 我们先把清洗干净的苹果对半切开,然后再改刀成四份。 去掉果糊。 果糊不仅不好吃,而且还含有一些毒素。 去掉之后,我们就可以放心地食用。 苹果可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水果。 苹果中含有丰富的有机酸、维生素、矿物质、膳食纤维,还含有丰富的果胶。 苹果所含的营养既全面,又容易被人体吸收,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。 苹果改刀切成薄片,然后轻轻地给它推倒整理一下。 再改刀切成细丝。 苹果特别容易被氧化,所以我们最后来切苹果。 切的时候,越吸越好。 接着把切好的苹果丝,放入洋葱中。 用您发财的小手,把食材抓拌均匀了。 我每天都会分享一道家常美食。 视频看完之后,一定要收藏起来。 说不定哪一天,你也用得上。 把洋葱和苹果搭配在一起。 很多人都不知道,它的好处真的是拿钱都买不到。 接下来准备一个大碗,然后扣一个小碗在中间。 再把提前抓拌均匀的苹果丝,洋葱丝一起夹进来。 这个做法,很多人都没有见过。 百度搜索苹果和洋葱,了解更多信息。 全部放进来之后,我们稍微给它整理一下。 围绕着碗底,绕上一圈。 然后放入笼梯中,盖上盖子,大火把水烧开。 煮开之后,转中小火再继续蒸上半个小时。 时间到了即可关火。 我们的洋葱和苹果也已经蒸好了。 现在已经非常的软烂,我们用筷子给它夹到小碗中。 蒸过的洋葱和苹果,闻起来特别的清香。 颜色也是变得特别漂亮。 一定要把碗边这些食材给它全部夹出去。 这个时候碗特别的烫手,我们一定要趁热给它取出来。 里面也蒸出了很多的汤水。 苹果洋葱水不仅做法简单,颜色也是非常漂亮。 它们的营养全都保留在这汤中。 闻起来有着浓郁的果香,还有着淡淡的洋葱清香。 喝起来口感也是特别的好。 无论是大人和小孩都特别喜欢这个味道。 把洋葱和苹果一起蒸一蒸,晾凉之后即可食用。 假如喉咙不舒服的时候,我们来上这么一碗,就感觉舒服多了。 每年我都会隔上一段时间就给家人做一做。 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不错哦。 如果喜欢,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我们下期见。